我一直在讲这些一步步 这种道路次第,然后计划是五十 十五年 十五年 五十,不是五十,是十五 我们已经讲完八年了 然后很多人早些的时候没有来 所以我们要来复习一下 过去的内容 每一天 我都会复习一点点之前的内容 今晚进来的时候大家手上拿到一些讲义 是帮助大家来复习的 所以晚上的时候 我会来复习一些过去的课本的内容 第一页是有一条狗 然后下一页是一个汽车销售员 把车卖给客户 我想要来复习过去八年的内容的方式是 我想用图片来复习 图片就很容易记住 我把它叫做念图 就是理念的图片 应该是很容易记得的方式 还有新的内容 我们会有一些图片 你可以测试自己的检验 你用手把这个字遮住 然后只看图 然后试着记住这图什么含义 今晚 我会来教头六幅图片的含义 从过去的课程的内容里 明天开始 我们要考试 我会抽一个名字 从学生员的名单里抽 然后递给你麦克风 你就有机会来让自己难堪了 五百个人都看着了 好吗 所以要老师让Tim准备一下这种冲名字的方式 如果想要的话 让他把你名字偷偷拿出来 就给他一百美金 让他把你名字不要放进去 把你名字扔掉 Tim 我们评分 我们是真正的生意 第一张图的号码是109 之前讲过108了 我是去年开始回顾复习的 如果你想要学头一百零八章念图 Tim可以网上找到文件吗 就在那个知识库上网站上都有 前108张图免费的 所以我们先从109开始复习 图片是一个汽车销售员想把车卖给一对夫妇 就是二手车销售员 实际上是这个词不是很好听的 在美国 你买这辆车 上一个车的主人是八十多岁了 他一个月才开一次的 就是开车去教堂 这辆车基本上像新的一样 就会讲很多话 然后你会买下车 下周就坏了 我们把它叫做这种二手车的销售员 就是讲的天话乱坠 然后你会买车的 就是英文当中就是销售的很好 就是跟他们讲过话你就想买车了 我为什么要把图片放在这里呢 在这一个步步上道的传统里 就是道路的四地 有一千多年 所有的经典两千多经典 二十多万经典都放在一个书里 所以我们大概很多的国家都在保护这些经典 我们是有编录的 已经拯救了三十多万 那十二万 我们找到了三十多万本经典 蒙古 俄罗斯 尼泊尔 印度 我们找到这些经典 现在我们是在路路 我觉得单单路路都要花五代人的时间 所有这些书都蕴含在一本书里 就叫做这种步步上道系列 就是大家现在在学习的那种 它的意思就是第一先做这个,第二个先做这个,就是道路的次第 就是你不要想很多 你就一步一步一步 如果你在这里开始上课 然后你就每年都来 明年 巴黎 巴黎岛 非常美 对不对 我今年去过巴黎岛 我的新加坡朋友把我结识去那里了 就去了巴黎岛 做了一个VIP教授 我说,哇,这个地方比泰国还美啊 要是同意吗?明年我们就去巴黎岛上课 同意吗? 这个是成佛,涅槃,还有成佛 这个是我,我们在这里 这本书 他说就这样子 一二三四五六 完成 就不用思考太多 就来 泰国,泰国,泰国,巴黎,巴黎,巴黎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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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成佛 夏威夷一距离成佛很近的 好吗? 所以就一步一步的 在道路次第的刚开始 这个汽车销售员 他做销售工作就是我现在在做的 哎呀,这车好美哦 你就做一二三四 你就可以去成佛了 很容易的 就像这样 所以根据传统 在佛法里 学习任何东西之前 老师都要先做一个销售工作 哦,空性 哦,空性 非常非常特别 你会看到空性 你可以看到未来五百年 就是五百年后你会做什么 可以看得见 你可以在二十分钟内看到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你可以在二十分钟内对世界上的七十多亿人每个人都有直接的爱 一一的 在二十分钟里 哭吗? 这种叫做销售工作 在道路次第的刚开始 老师的工作 就是销售工作 你学习这个步步上道 你很快就会成佛了 所以不要只是教 首先先告诉人们什么比较是酷的 然后他们就会有渴求之心 哇,你做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然后人们就会说 哦,你做这个,这个,这个 然后人们就会说 好啊,教我,教我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呢? 因为我教这个步步上道的工作已经完成一半了 我还有五六七年就完成了 然后就是大家的工作了 要继续下去 传给下一代 今晚就不用我来跳舞了 我之前跳过了 已经传给下一代了 听懂了吗? 所以大家要传下去 在你教之前 告诉人们 为什么很酷 如果你学习冥想 哇,很酷耶,做这个,做这个 所以说,如果是商业 如果是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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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这边就听不到 我们做一些商业的项目 然后教人们冥想 他说,我不想学冥想 就像在俄罗斯 他说,我不是佛教徒啊 我是基督徒 我只是想做生意 为什么要学习金刚经呢? 为什么要学习冥想呢? 如果商人 学习冥想 很好的冥想 他们今年都可以知道明年的新的产品 他们就可以看得见明年苹果生意要做什么产品 如果他们是投资股市的话 他们就可以看得见明年哪只股票会涨 如果你做很多冥想的话 所以要做销售工作 交给商人 大家想要冥想吗? 不 我又不是佛教徒 但是你明白吗? 如果你每天冥想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明年哪只股票会涨 哎呀,那这样的话我还是冥想好了 所以大家要去销售这个步步商道 这是个佛教里的传统 就让学生为之兴奋 现在刚开始 关于这个道路 有一个人来找我 你来上你的课 理念那么多要想那么多 我只是想用心而已 我才不想学什么五步的空性 所有这些空性我都不想 我只是想用心 在这个传统中 没有意识的话 心是没法打开的 先要有理解 笔 笔的理解 没有笔的理解 你就没法爱 你就没法打开你的心 为什么 就像老公 如果老公骂你的话 在家 你就生气了 你学完笔之后 在你学习笔之前 你是对谁生气呢 老公 如果老公骂你的话 学习了笔之后 你生谁的气呢 自己 听懂了吗 没有空性的话 你没法真的爱老公的 如果不明白种子 你没法真的爱别人的 在这个传统里 你没法爱老公 如果你不明白 谁创造了他的话 听懂了吗 所以在这个传统里 我们想思考 然后打开心 你可以真的对老公打开心 如果你明白他就像笔一样的 如果你认为老公本来就容易生气 你不可能有完美的婚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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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的婚姻是目标 完美的目标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事情 完美的婚姻 但是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你不明白老公从何来的话 是不可能有完美的婚姻的 一位女士来找我 Gesla,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说什么 我跟老公结婚三十多年 你知道我是中国人 在中国应该是太太做饭 我懂这一点 这点我没有抱怨 我也享受为家人做饭 我也可以承担起这个责任 但是 但是我老公做饭三十多年 他一次碗都没洗过 有没有用什么种子体系的方法 有没有可以改变这个事情的呢 我就叫他四步走 我想老公洗碗 我要找到一个业力伙伴 我应该找一个朋友他在家里有很多家务要干的 做许许多多的咖啡冥想 我就教了他四步走 隔年我又去到他国家 她说 格西拉 请您来家里吃晚餐 有些东西想给您看 我就去了他家里 他们有一栋美丽的家 我不告诉你哪个城市 因为你猜得到是谁 有一张长长的桌子 她说请坐 桌子上还什么都没有 除了一个小铃铛 她说 我想给您看一个东西 然后就拿起铃 叮叮叮叮叮叮叮 然后厨房门打开 她老公出来了 她穿着女士的围裙 她就像这样 亲爱的 她说晚饭好了没啊 还没好还没好 很快弄好了 好走吧 然后她老公就跑进厨房 然后她就看着我说 进厨房 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了 她说是你教我的 我说我是教你 怎么让他洗碗啊 他说格西亚 我只用了两个月 他就开始洗碗了 我做四步骤两个月 他开始洗碗了 然后我在想 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呢 我也可以用四步骤 他就可以做饭了 然后我做到了 现在还在做饭了 就没有争吵 也没有讨论 女士没有让老公洗碗 她也没有让老公洗碗 因为老公是来自老婆的种子 老公只能跟随着你的种子 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然后我也可以说 你只要有爱就好 就回家 又有爱 然后告诉你老公 我爱你 我爱你 你能不能有时洗洗碗呢 然后战争就开始了 听懂了吗 在种子体系里 老公是笔 是来自于你的 所以要在这里改 老公就会改变 明天晚上 9点15分 就是这一堂课结束之后 我会加一堂特殊的课 来500美金 上课要500美金 只有男士可以上 如何种种子 那你永远不用洗碗 好吗 要更深入吗 好 更深入 有看过泰坦尼科号的电影吗 那是全球最大的一艘轮船 而且是新造的 而且是首航 这是泰坦尼科号过来了 然后这座冰山 冰山 当船撞上冰山的时候 大问题产生了 听懂了吗 冰山就是太太意识里的种子 泰坦尼科号是先生意识里的种子 然后冰山就是老公有种子得洗碗 然后呢 船呢 是女士有种子要洗碗 谁会赢 老公还是老婆的种子 哪一个种子更强大 不可能的 那就没人洗碗了 不可能是两者嘛 比呢 怎么比都不见了 总得有人洗碗嘛 对不对 老公有种子 不用洗碗 老婆有种子不用洗碗 老婆有种子不用洗碗 那总得有人洗碗啊 或许后面邀请格西迈克来家里洗碗 对不对 要么是男士种子要更强大 要么是女士种子要更强大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两者都可能是成为现实 在老公的厨房里 是老婆在洗碗 在老婆的厨房里 老公在洗碗 吉他 怎么一个厨房里有两个厨房呢 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可以是笔 可以是魔芽玩具 没有问题 我可以擦干净了 第一个讲完了 在这个体系里 真正的爱 它是带着理解的 我爱老公 我要处理自己的种子 而且我提升了我老公 老公也提升了太太 厨房里就有和谐了 没有空性你不可能有爱 你要去思考一下 在这个步步上道里 它说到 学习即是道路 这是第一步 你一定要学习这些教授 这是我们的传统 如果你学习了笔 在课堂上 那你要在家里运用 这就是佛法 这就是我们的传统 首先是学习 然后要践行 好吗 我的销售工作都做了 在我家里 我的伴侣佛罗尼卡 她从来没洗过碗 我告诉你 我怎么样 为什么切到手呢 因为饭也是我做的 然后就犯了个错 然后呢 要请她来听我的课 听懂了吗 第二张图 有小小的一行字 小小的一行字 有一盏小小的灯 在世界上 要知道事情很多 就像大家知道笔 我还是需要一支笔的 可不可以有两支给我们呢 姚老师有了 谢谢 大家来上课之前 你以为这只是一支笔 然后你也没有太多想 它来自我吗 还是来自于笔本身呢 如果有人问你笔来自笔 还是笔来自于你 你会说 你会说 我才不在乎 我就用嘛 我才不在乎笔 是不是来自于笔 还是笔来自于我 然后你就要教他 如果你发现 笔从何而来 你的老公就会一直不停地洗碗 那你教我笔吧 你就教我笔吧 然后有人就教你笔 在他们教你笔之前 这就像一种黑暗 就是笔从何来 它就像黑暗一样的 然后有人教了你笔狗 然后你意识里就会展新的光 世界上有数十亿计的黑暗 因为有数十亿计你不了解的东西 但现在其中一个 突然间又变成了光 灯 所以佛教 他的教授 就是点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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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都是灯 听懂了吗 刚开始的时候 对你来讲这就是黑暗 在学校没有人教你这个的 父母也没教你这个 然后你来到了这里 那个黑暗就变成了光 变成了灯 然后来到泰国 泰国 巴黎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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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位移 每一次你来的时候 新的灯 意识里会有新的灯出现 这就是第二张图的含义 OK 酥吗 可以听我吗 这个吗 是的 OK OK 好 OK 好了 OK 上一张图 一百美金 老师不可以回答 这张图叫做 终极的和携带的财富 谁可以解释我就讲一百美金 这位女士 麦克风 回答错要给我两百美金 我可以做点生意 就像你说你跟你的财务说 你把你的钱存在 顺便提一下我要想知道两点 答案要两部分 50美金50美金 你可以重新提一下你的问题吗 这张图叫做 终极的可携带的财富 可携带就是可以随身携带 移动的 携带的 就像这个念珠就是可携带的 就可以带着走的 特斯拉就不是可携带的 太重了 请回答 我先回答一个吧 这个就是 我记得你说过一个故事 就是你的财务 你的财务叫你 就是把钱存起来 作为养老用的时候 你说你可以存在 就是每个人的银行里 这个故事 通常回答太长 通常是错的 我记得你提到 你提到你的财务 你把钱放在 别人的财务 给你的财务 这个点很好 但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 其他人 你选吧 然后 they don't fight with me 有些人要选后面的人 我觉得 中子一可携带的财富是 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这样 此时刻刻 coming from us moment by moment 第二个是 怎么重 四步骤 第二部分是 四步骤 不是 你这样回答是 可以当DCI老师的 你什么都回答四步骤 任何问题 你就这样回答 我觉得你应该用四步骤 好 德国朋友 两部分 就是智慧跟福德的积累 不是 好 最后一个 今晚要讲完的 乌克兰的 我希望你答应 好 我们认为 这个最终的真实 空骤 空骤 是在任何事情存在 这是第一个答案 第二个答案 我妻子说 你能分享这个知识 到任何人 所以它是 最终的货币 你能分享到任何人 你不需要 任何人分享这个知识 所以那是为了保险 他们回答 这对夫妇的回答是说 每个任何书里 都有一个终极的真相 就是空性 然后太太补充说 而且你可以 不用花费任何东西 你就可以把这个 跟任何人分享 我讲个玩笑 几个夜晚前 几天前 我跟我深圳一些朋友 去吃饭 然后呢 洗手间嘛 有两边 里面有一个大的标志 男士洗手间这一边 女士洗手间这一边 底下还有标准句话 一行字 男士必须往左边 为什么 因为女士永远是对的 因为英文当中 对跟右边是都是right 是很好玩的 所以他太太回答很不错 女士总是对的 但是还不够 好 两点 第一点 就是你在这些课堂上学的 总是会留在这里 总是可以到处携带 如果明天打仗 二战 世界大战 你丢了房子 就没法回家了 无家可归 你医生就得留在泰国了 你就一无所有了 车 家 银行存款 家人 但是你在这堂课上 所学的东西 你不可能失去 没有人可以把从你这儿拿走 这是唯一可以确保的一个财产 你是可以保有的 学习那些可以留在这里的东西 银行存款会没了 国家也会没掉的 一切都可能失败的 手也可能没的 但这些理念 没有人可以从你这儿夺走 你会总是拥有的 是安全的 答案的第二部分 这是唯一你死后可以带走的东西 你带不走身体 带不走家人 你甚至连你的名字都带不走 但这些理念 会留在你意识里 它是财富 像钻石一样珍贵 而且是最可携带的 最便携的 如果它整个世界都摧毁了 你当然可以留在这里 如果你死了 可以带着走 酷吗 这是个很好的回答 大家要给格西麦克一百美金 开玩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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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便提一下 有念珠的人 想要我加持的话 下课后自己放到上面 每天自己放上来就可以了 每一天就放上来 每一天就放上来 可能这里加一张桌子专门放是要加持的话 还有15分钟时间 下一个表演准备好了没 下一张图112 英文中有一句话 是来自莎士比亚很著名的戏剧 或者是德国的哥德 有人想要购买成功 然后一个很有力量的人就问说 我可以给你啊 但是我需要你割下一磅肉 反正你就得切一磅肉 是我我就切腹部 我这里有一点多余的 他就给我一磅肉 他就给了 因为这好像是魔术奇迹一样的 他余生都会可以成功 然后有个美的故事 他是个疯子 喜欢杀人 然后吃掉 住在山洞里 他就出去找到人 然后就把他绑架 然后就吃掉 人们就知道他 这是两千多年前在印度的事情 人们看到他就跑 因为他那个人很有力量 有一位王子心地很纯净 一天 萨达萨就来了 来到王宫 他就要把人们抓走 然后那里有一个很好的王子 心地非常善良 他在学习一些这些步步上道的内容 在王宫里 那萨达萨这个杀人的人就来了 然后抓了两三个人 王子他没有一丝恐惧 就来到他面前 其他人都跑光了 王子说 如果需要吃人的肉 你就吃我的吧 其他人都是很无辜的 不要打扰他们 萨达萨就说 可以啊 你看上去很美味啊 然后就抓住了他 抓到他的山洞里 把他放下来 开始生火了 然后王子开始哭泣 翻译得很好 然后萨达萨说 你本来应该要成为这个国家的国王了 你应该很勇敢才是啊 你在哭耶 你要死了 我要把你烧了 王子说你在说什么 你不是在哭吗 对啊我在哭啊 那你为什么要哭 因为你怕我嘛 我才不怕你呢 那你为什么哭啊 你把我从我的步步上到的课程里带走了 我都还没时间给老师做供养 你就把我从课程中带走了 现在我要死了 我都没机会感恩我的老师 我想要感恩我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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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王子 然后王子说我有个小 然后王子说我有个小 然后王子说我有个主意 我回到王宫 我要感谢我的老师 做供养 他只教了我四句话 就是一首诗 然后教完你就来了 我想要回去跟他道别 感恩他 然后我就会再回来 你当时再把我吃掉 然后那个怪兽就说 你以为我是个很笨的怪兽吗 你肯定不会回来的 王子就生气了 你以为我是谁啊 我是很有尊严的 我是尊重佛法的 我才不像你 我会遵守承诺的 你是杀人犯 吃人犯 我才不像你 我会遵守承论 我是有尊严的人 然后那怪兽就说 昨天你爸爸去哪里了 他骑马出去了 为什么 去打猎啊 你爸爸也杀东西啊 你爸爸也杀东西啊 对啊 这好吗 不好 我也杀害啊 那差别在哪里啊 你王子你国王你吃肉啊 我也吃肉啊 你跟我没什么区别啊 王子就这样 王子就这样 没有你更糟 为什么 你吃人 这更糟糕 然后那怪兽就说 哎呀 我很好奇 看看你会不会回来 看看你会不会回来 我觉得你不会回来的 你走吧 我生活生大一点 你就去见你老师 感谢你的老师 道别 我会等你的 我只是好奇 我们看看你到底会不会回来 王子就回去了 就是献了一个很著名的供养 每一句啊 他都付了一千个金币 他付了一千个金币 他都供养了一千个金币 他都供养了一千个金币 然后他说老师抱歉 我得走了 我没法回来了 我爱你 我希望下辈子我们可以再继续 然后父亲说你要去哪儿 我承诺了要回来 去复那个烧烤 父亲说你疯了吧你 你不用遵守这样的人的承诺的 你这样还怎么当国王 你不是个好的政客 当国王要够聪明 当国王要够聪明 要当国王的人要遵守承诺 但是承诺不好的话 你可以不用手的 如果你这么诚实 怎么管理国家嘛 王子说 好多国王不是这样的 好多国王应该要遵守承诺的 哪怕是对怪兽的承诺 国王也要遵守诺言的 我要去 然后就回去煽动了 然后怪兽就说 你真的回来了 我承诺了嘛 我遵守我的承诺 你好怪哦 那王子说我准备好了 你就把我煮了吧 怪兽就生气了 这是我家 我决定什么时候要吃你 我会决定我什么时候要把你煮了 那个人到底教你什么了 你要回去 那个人教你啥了 他教给我一些特殊的记 你能不能教教我呀 好吧 我教你 那个寄送的含义是 哪怕你要切下鲜肉 就是四行的内容你要割下一磅肉 都值得 那个寄子内容就是这样的 然后怪兽就想 他就胸前这些是有衣服的 有布的 他就把布拿下来放到石头上 然后呢 他就对王子做礼拜 请教我 你是个好老师 然后呢 怪兽就开始学佛法了 这个野兽 稍后他就见到了空性 直接见到了 很酷的故事吧 意思就是很珍贵 Dharma 佛法很珍贵 哪怕你飞去夏威夷移机票钱很贵 也不要犹豫 值得的 不要犹豫 有人为了求法 他是把手臂都割掉的 宣葬 不行十七年 把这些教授取回来 你就飞十七个小时嘛 飞机上三小时 十四小时在海关处逗留 然后一小时路上 还没那么糟嘛 好吗 我不知道大家 我在海关弄了三小时 113 是图片是狗狗 这里讲的是师生的关系 师生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 在步步上道的教授里 根据传统 有一种尊重是假的 学生就这样 老师老师 然后就顶礼 然后说不可以碰到老师 走开 走开 老师来了 是这样的 那所有人都 哦哦哦哦哦 我服务我的老师三十年 我做他的厨子 洗碗 洗衣服 做一切 然后我见了成千上万的学生 这种的 走开 上师来了 你要表示点尊重 你要表示点尊重 就让周人都很紧张 没有人喜欢的 没有人喜欢这种学生 他是我的学生 我的老师 你走开 老师来了 不可以碰他的椅子 你以为你在干嘛 我见过许许多多这样的学生 我还见过另外一种 上师进来了 他们就这样 哎呀 要喝点茶吗 可以啊 喝点茶 然后就泡很好的茶 谢谢你教我 好酷哦 你的课真好玩哦 让我很开心 就像上师是你最爱的狗 然后学生这样 哎呀 我喜欢你 哎呀 真好的上师 英文当中叫这种关爱 真情实感 这跟尊重是不一样的 尊重有点像是刻意的 哎呀 上师 走走走 上师来了 然后这种关怀 哎呀 我爱你 哎呀 我跟你学习好开心哦 因为你教了我笔 我老公好多了 你感觉像是我最爱的狗一样呢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本来应该是想上师是佛陀的 佛陀来到了泰国 应该要像尊敬佛陀一样尊敬了 但尊重有两种 一种是嘴巴上的尊重 哎呀 哎呀 然后让周围的人都不舒服 然后让周围的人都不舒服 另外一种尊重 另外一种尊重 Jigmei在哪 Jigmei老师 她做我私人秘书有25年 我们互相中 我们是有尊重 真正的尊重 我开始喝巧克力 她说 格西亚我爱你 不可以喝巧克力 我们需要佛陀活久一点 我爱你 但是不可以喝巧克力 我说 我是老师 你要尊重我 不 我要有关爱 真情 我爱你 我希望你能活久一点 不可以喝巧克力 像这样 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关爱 真情 是一种爱 这种比尊重更好 是更高级的一种尊重 她把对我像对宠物一样 宠物狗一样 我来到这里之前 她就像格西亚 然后又头皮削下来了 然后你要试着看上去像上师一样 坐直 这是关爱 这是真正的学习这种 道路次第的学生 这个佛法真酷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大家可以感觉到这种区别吗 根据传统 在我们的传承里 我们是有个传承的 我这一代是四十三代 你们是四十四 你以后的学生要备住你的名字 一千年之后要备你的名字 一千年之后要备你的名字 然后我们要表示尊重 下一代的老师就是大家 要开心 我们的传承 不是那样冰冷冷的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我们像安妮托一样 他们就很酷 就是要好玩的传承 内在要很严 像宗喀巴一样严 一时要像这样很敏锐 但是行为呢 就像你的狗一样 表示你的关爱 听懂了吗 这是你的家庭 我们是家人 现在我们是家人 我们这个大家族的传统 几千年来都是 是很友好的 要开心的 要好玩的 要像深圳这个软实力 未来金刚团队跳舞一样的 佛法 要敏锐 正确 两千本书 很敏锐的 但是感受 像狗一样的 听懂了吗 这就是尊重 真正的尊重 真正的尊重 真正的尊重就是这种关爱 酷吗 我们再讲一张图好了 然后我们会进行问答的环节 最后半小时 最后半小时今天 免费的 已经自由了 如果大家需要去上洗手间就可以去 需要的话去就好了 我们现在很放松 放松 放松 就好 然后我们会进行一些问答 但是我的任务呢 还要多讲一张图 三支杯子 一百美金的问题 我已经教过很多次了 Steve's ready Steve Steve raised his hand first Steve先举手的 No He's a teacher 他算了 他算老师不行 Microphone here 这里这里 给到这里 黄色衣服的 Steve 他先举手的 好 现在 慢慢的说 说清楚 在佛教当中 一个好的学生 就不应该像这三支杯子一样 慢慢的 Clearly First OK You cannot mix different teachings That's the first You shouldn't mix different teachings Mixed teachings Second You should be open to teachings Not upside down Third You should cannot be leakage You want to translate You want to translate You want to translate John Wander 三种 我们不能做三种气 一种是 腐气 就是那个倒着的 就是对这个 老师的教授 不接受 第二种就是漏气 就听完之后 左边 左耳听 右耳就出去了 第三种就是 你不能把不同的教授 混合在一起 比如说 咖啡味道也不错 茶的味道也不错 但是把它掺在一起 那就不是味道 就是我们做 做学生 需要不能做这三种 Yeah Thank you Xiao Ping Xiao Ping 100 OK 100 好 之后再给 好 问答了 现在我们六个复习已经完成了 一开始有这个销售 有那盏灯光 有那盏灯光 可携带的财富 我们也讲到了 即使是割下你的皮肉 也是值得的 我们讲到对这个狗的真情关爱 我们讲到了Steve的三支杯子 你明天晚上之前一定要记住 我会检查的 我会来抽一个名字 你会被递到麦克风 好吗 错误的回答是什么 我不想要这个 好吗 好吗 好 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如果现在需要上洗手间的话 或者去外面喝茶的话 就 你也很自由地可以悄悄地回房间 很欢迎 好 问题时间 我们还有二十几分钟 请问 请问 嗨 Geshe-la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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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wo things in my mind that I can do is first tell the person to calm down and breathe the person Death meditation process this is one of the things I can think of second thing is I keep reminding the person what are the goodness he or she has done when he or she alive beside these two things what else I can do to help the person in the difficult breathing situation and perhaps the person maybe few hours later he or she will pass on how should I help the person whereby the person do not have any training to go for the higher rebirth I would love to know the answer thank you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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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问题的意思就是 关于死亡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一个人 比如说已经呼吸困难了 在急救室里面 可能几个小时以后 就要往生了 但是他有没有任何的 得到过任何的训练 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到 更好的下一世 那他能够想到的两种 帮助他的方法 第一就是 让他冷静下来 然后跟他简单讲讲 这个死亡冥想的过程 第二个就是 来提醒他一下 他生前做过的好事 激得善之类的 那他想问老师 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 可以帮助到这种情况的人 完全没有任何的训练 不知道怎么去到 更好的下一世的人 很好的一个问题 我有问我老师这个问题 这就是传承的意思 当你变成老师的时候 你就可以说 我从我老师那里 听到了这个问题 这就是传承 所以在我的这个 办例当中 我的父亲 曾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人 很大只 他喜欢打猎 杀了很多的动物 杀了很多鱼 他甚至有一条 就专门钓鱼的船 就是为了好玩 他会带我们去钓那种大鱼 在海洋里面 就是当我很小的时候 大概七岁的时候 他会来教我们怎么去抓鱼 我也猎杀过鹿 就是这所有知识 他有教我们 他教我们怎么去清理好 这猎杀后的鱼跟鹿 有一种特别的刀 从这里开始割 往上这样割开 开肠 然后打开它这里 内脏都不吃 要把它先拿出来 杀鹿的话 全身都是血 你不要所有的那些内脏拿出来 所以我第一次做的时候 然后之后我就跟我的父亲讲 我不能再做这样的事情 他就非常生气 因为我们是在亚利桑那长大 那是西部牛仔的地方 就我们整个省的这个传统 我们那个州的传统就是这样 每一个年轻人 年轻的男生都要去打猎 猎这个鹿 然后去抓鱼 钓鱼 我就说很抱歉 我不能这么做 然后他因此就非常的生气 之后他得了癌症 然后我当时还跟医生在一起 他跟我说 你的父亲需要一种特别的 做一个特别的手术 什么手术啊 我们会从这里开始 往上割开 我心里面就想 我会把他脚的一部分 然后就是替换掉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业力 我就觉得这很奇怪 就是我们割鱼割路都是完全一样的割法 开长破度 我就觉得很奇怪 之后我的父亲得了癌症 我就在学习佛教 我就问了我的老师 我的父亲要死了 他们就做了这个手术 把他给割开之后 看到里面 他们说放弃吧 他说你已经没办法救他了 我就跟他待在一起 在他最后的几个星期 我就问了我老师这个问题 我要做什么 才能够帮助到我的父亲 就像您说的一样 第一 有一个非常棒的基督教的传统 有一些基督教 当人即将死去的时候 你打电话给牧师 他就会过来 他会让所有的其他人都去到外面去 外面去 然后这个人就跟牧师单独相处 牧师就会问他 你有没有什么坏种子 罪业要讲一讲 就在佛教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一生当中有犯过错 如果你能够告诉别人 就能够帮助你去清华 很大程度 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你说我很抱歉 我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它几乎会摧毁掉这颗种子 所以我的老师就有告诉我 就是对你的父亲 第一件事情 看看能不能让他来告诉你 他种的所有坏种子 第二件事情 正如您说的 就提醒他 他所做过的所有的好事 哦 爸爸 你教我总是要去尊重别人 他还是一位相当不错的商人 你教我对待他人要诚实 您教我要努力工作 非常感谢 他对孩子非常的擅长 我们四兄弟 我说您对我们真的非常的有耐心 他一次都没打过我 我就说谢谢 所以就是这两件事情 第一是说您想不想清理任何的东西 有时候你还得要诱导一下他们 因为当时我的父亲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 他唯一会去教堂的前提是 我慢慢会拿着绳子把他绑住拉过去 所以他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信仰 他也不是很喜欢 我当时就在想 我必须得让他去忏悔 怎么做呢 他已经要死了 没办法吃东西 他变得非常瘦小 他只会愿意看电视 我就跟他坐在一起看电视 我说爸爸 我还记得你以前有参战 他说是 你说你在战争期间杀了很多人 是是杀了很多人 你还会做一次吗 不会了 非常糟糕 所以我就诱导他去做忏悔 他就能够清理掉这些种子 意外地就清掉 我就这样子来跟他聊天 所以你也可以这么做 你不需要跟他说这是宗教 如果他们能够讲出来他们的这个恶业的话 如果他们说我不会再这么做了 就那颗种子就会几乎已经清掉了 那最后一个建议 如果有人要死 在接下来的四十九天 很有可能他们在中阴 中阴对他来讲是什么样的呢 通常他们会忘记自己已经死了 他们会进到厨房 每一个人都在哭 为什么大家都在哭呢 没有人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就问说 Stanley 你为什么要哭啊 每一个人都会忽略他 因为看见不了他 然后他们就开始生气了 你是我的家人啊 你为什么都在忽略我啊 我在问问题啊 人们都会忽略他 所以在第一个小时内他非常的生气 然后他就 啊 我死了 然后很有可能这种 可能这种状况可以停留四十九天 他们很爱你 也很想待在家里面 所以当然他会在听你们在说什么话 所以在去讲我父亲做过的好事 是非常酷的 他们说 我的老师说这个中阴生的时间 就像那个抽奖时间一样 在生命之论里面称作 Sundep 就八 九 十 这三支 在那个时间你会选择到那颗 决定你下一世的种子 是什么 就是经文的词是很难懂 Bak Chak Sundeppa Bak Chak Sundeppa 我就问了我的老师 我在经文当中有看到这个词 我就说这个Bak Chak Sundeppa 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会明天告诉你 这就是能够清净你的老师的好处 他说明天告诉你 然后第二天晚上的时候 他也有一个铃铛的 他住在楼上 他就会摇铃 就是他是住持 所以寺院里面唯一的电视 就是他的 目的是要去了解当前的这个形式 但是我上师就喜欢看新闻 然后当我听到这个摇铃的时候 我就要跑到楼上去 意思是电视上有些重要的东西 我就听到铃声 好上楼 他说来来来 这就是对你问题的回答 什么问题啊 昨天你问到我这个经文当中 这个特别的词 在死亡冥想里的 他就在电视上 然后在美国呢 每天晚上 就同一个时间点 晚上七点钟 就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电视节目 一位非常美丽的姑娘 穿着非常短的迷你裙 她会走出来 然后在电视里 有一个很特别的摇轮 她会把它停下来 然后手伸进去 选一个抽奖号码 整个国家的 两千万人在那边看着 等着 她会选中我的号码吗 我的老师说 就是那个 当然就是那个 就是在死亡期间 在中阴生里 就是那个人呢 在选择这个中奖号码 所以在今生当中 你做了很多的好事 很多的坏事 成千上万颗种子 但是会有一颗 决定你的下一世 所以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 就是这一颗种子 会持续七十八十年 你是不是会成为动物 还是变成人 你是有大鼻子 还是小鼻子 美国的鼻子 中国的鼻子 就取决于你了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所以非常重要的是 在他们死之前 你要去讲 所有他们做过的好事 就不要去跟一个 在正要死去的人吵架 爸爸你把钱要留给谁啊 我有没有在你遗产清单里面 永远不要跟即将死的人吵架 让一切都很平和 一切都很开心 去跟他们讲他们在生命当中做过的好事 在他们死之后 他们还在听着你的话 看着你 就跟你的家庭的成员讲话 你还记不记得呀 爸爸 他做过的那些好事 帮助了很多人 我还记得 2015年那一年 他帮了一个穷人家 给了他们很多的钱 我们真是有一位很好的父亲 父亲就在那边 这是很酷的 我记得有啊 如果在那个时刻 这个抽奖的号码出现了 你就能够帮助他有很好的下一辈子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前七个星期 49天 就是死亡的那一天算是第一天 就是他们在凌晨 晚上11点59分死去的话 那一天还算是 还算第一天 然后七个星期的时间 就是要在家中 要非常地小心 只去讲他做过的好事 因为他会来听 很有可能这会抽到号码 最后做一点 然后我们就睡觉去了 这位女士刚刚她的名字 二十年前 她的女儿去世了 就是她女儿那时候才二十岁 就很年轻就过世了 所以这位妈妈就来找到我 就是这个事情 完全地就让她生活就毁了 然后父母死的时候 对儿女的讲也非常困难 但是孩子要是在父母前离世的话 这是最糟糕的事情 没有更糟糕的了 那就完全地悲伤 就我把所有这一些都交给她 就是七个星期内一定要去讲你女儿的好事 所有她做过的好事 然后最近我遇到她 我就说 我说那已经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她说 Gisnau 你过来 我说什么了 我每天晚上还在跟我女儿说话 在咖啡冥想期间 我会跟她说话 如此之美 我们有这么美的这种关系 我非常地开心 我感觉很幸运 我仍然还在跟她说话 所以七个星期之后 你不需要就停下来 你可以持续地这么做 在你余生当中都去做 你会再次遇到她的 这就是成佛的其中一个原因 你总会去遇到你的家庭 家人 你们会再次地相聚 所以死亡是暂时的分别 暂时的分别 不是永恒的 所以去学习空性的一个原因 就是要再次去遇见他们 你们会一起待在同一个佛国里 你们会超级地快乐 所以不用去担心 去跟她说话 在那个时期 绝对不要去跟你的亲戚家人吵架 就只是去讲她的好 哭吗 好 好 孙育晨 孙育晨 来自北京的义工领袖 将为我们带领共曼家 你好 谢谢你 曼达拉根 好 好 来自北京的书工领袖 阿弥医工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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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医工领袖